是的 在卫生部确认8名在新山接受隔离观察的中国游客 其中3个人确认感染武汉病毒之前 柔佛州卫生局已经在境内12个出入境处 包括试乃国际机场设置体温检测仪 并在新柔长堤和马新第二通道关卡 规定入境者填写表格 申报健康状况 为抑制新型冠状病毒扩散 提高预防戒备 州卫生局也下达指令要求地勤人员监查和汇报情况演变 至于空服人员则必须留意乘客的健康状况 一旦发现异常者必须马上通报卫生部 以采取进一步行动 适逢农历新年 新马边境人口往来密集 除了中国游客也包括新加坡公民 州政府提醒民众提高警戒 尤其每天出入境到对岸工作的我国公民 佩戴口罩注意健康 提防感染病毒